我省各地港口落实落细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通过数字赋能精准施测 提升进出港车辆作业效率 保障港口物流运输安全稳定 在大连港大摇湾港区集装箱2号检查桥 货车司机朱长龙使用微信服务号资源响当当平台 进入线上进港申请通道 在上传辽氏通健康码 国务院行程卡48小时核酸证明阴性报告后 快速通过审核进港作业 我们也不下车 就以手机为主 不到一分钟这一车我们就进去了 作业时间减少了效率提高 大连港积极优化港口物流运输服务 通过资源响当当 一港通等信息化平台 增加全天候职守的人工审核 车辆实时查询等功能 车辆进出港区作业时间缩减一半以上 港区为外地来连车辆设立专用通道 保持无接触作业 定制专属方案 对防疫物资实行卸船直取直装 优先进港靠拨 确保防疫物资快速通过 我们也开通了24小时的服务热线 开通一个网络预约平台 使得拖车司机能够在网络上进行抢单 有效地分配自己的作业时间 提高拖车中软效率 锦州港对货物船舶进出港 以及现场作业进行重点管控分类管理 将负责内贸外贸船舶的港口工人 分别进行集中封闭管理 确保港口安全运行 我们现在是增加人力投入 提前和铁路部门客户进行对接 在车皮和船舶同时到港的前提下 进行无缝连接 减少客户货物损耗 加速货物流通 盘景港建立疫情防控扁平化指挥体系 加强岸船管控 坚持人员非必要不登轮 强化日常消杀管理 确保重点区域关键部位 应杀尽杀不留死角 助劳疫情防控屏障 保障物流运输安全稳定 本台综合报道